字幕君 李宗盛 好 回到今個星期的國事同學會 上個星期休息了一個星期 因為我搞不定 因為選舉太多事情 我不是參選的 但我有很多客戶要參選 今天很高興有另一位嘉賓 Kenny遠見忠 大聲招呼 大家好 說一說這位仁兄 國事同學會 都算可以稱為同學 因為同屆在城大一起 當時他是學生會 我是國事會 可能十多年 因為國事會和學生會 有很緊密的 現在的學生會和國事會 我不管他們 但以前我們兩邊是很緊密的聯繫 尤其是對於時事性的事情 和國家有關的事情 我們兩個會最大的合作 例如有南斯拉夫 中國的使館被美國炸 是 我記得 學生會發起 和國事會一起發起 搞大遊行 這麼多間遊行 那一年遊行都成功 我記得有千多人 那幾年學生運動 最多人參與 應該是那一次 因為我和袁彥宗 一向都有一些往來 畢業組之後 當然各國忙 但很少機會會聚在一起 其實去年已經約了Kenny 不如做一個節目 聊聊天 Kenny為何他會來 今日國事同學會 這個節目 其實都有些意思 因為他有一些工作上 生意場 經常會到大陸不同的省市 我每次在Facebook Kenny做節目 不可以 不在香港 不如說一下 我們今集說一些 風花歲月的事情 不要說那麼多 或者說一些國情的事情 你的感受的事情 你最近剛去哪裏 剛去吉林 昨天省去六七個市 考察一下當地的事情 其實我經常去東北 很奇怪 通常人們回大陸第一站 不是深圳 廣州 你不是因為有工作上 生意上 工作上 可否大概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有些家裡小生意 小生意 就是要回廣東省 很小時候就回大陸 我想我三歲或兩歲 是第一次回大陸 每年起碼回三次到五次 從不間斷的每一年 所以我對中國這麼多年的發展 體會很深 我很記得是甚麼 小時候那些親戚沒有鞋子 在農村也沒有鞋子 慢慢地改革開放 又沒有鞋子便是鞋子 又行路便是踩單車 然後是摩托車 踩單車 還沒有摩托車 那時候是耕田車 你知的 後面有那些 那些有鞋子 對 鞋子 摩托車 今時今日回去 各各開的車 比我的車漂亮 一直跟大陸聯繫都比較深 所以對於鞋子 你好像是江門政協 江門新妹那邊 即是跟那裡比較 因為那裡是我鄉下 我老爸是在那裡出來香港 所以每年都要回去探親 但老實說那邊相對地 開台是僑鄉 剛剛改革開放時 為何多於五一人 四一人、五一人 投資等方面的東西 慢慢地看著 通食 聽眾什麼叫四一、五一 四一、五一 即是新妹、台山、欣平、開屏 學生那些 江門市裏面有幾個 那幾個叫 他有四一、五一之稱 有些人說這個音 包括歌音 比較複雜 老實說這些 這些歷史我都不太熟 雖然是那邊的 是翻得多 但也不太熟 不過想說 自己翻得多 看著它慢慢變 看著它慢慢變 當然有好有不好 有一個很純樸的地方 到今天可能比較複雜 不過在人情上、政治上 看著那些人變 老實說 那些人很純樸 有些人很感受 很感慨 我剛剛看過 上個月看那部電影 不知道有什麼廣途有理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人在廣途 是人在廣途 人在廣途 很深刻見到 路邊黑錢 我到時一定會付 但大大下就發覺 是否真的被人騙呢 搞到自己現在都不後感比 因為你現在的路邊黑錢是丐幫 他本身就是控制 沒錯 我們以前小時候 人們很純 想到很複雜 雖然改革開放 令到人們附在你 但心靈上可能是 有少少要調教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想 如果你說江門 我跟江門有些少少淵源 因為我媽媽家鄉朝年 朝年根本就是江門鎮 你說的我都有體驗過 例如我小時候 跟家人去 那些小孩子可能 拿木頭玩一餐 當然我家人不是很有錢 但香港的親戚可能會幫他們 香港人回去便有錢 如果我小時候 會帶些東西給他們 或者我們穿對南球鞋 在那裡走 每個人都看著很厲害 但到我早兩年 我回去已經是兩個世界 我們已經變了很貓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來香港 有些親戚 因為我家裡住粉嶺 粉嶺明都 粉嶺雖然有些商場 但一定不是很高檔 他帶他們走走 他們說你這裏的商場 都不是賣高檔的 可能他們想買LV Gucci 現在親戚到來 我一定帶去香港城 是 但都不帶 所以是會體驗到有某些變化 好還是不好 很難去評論 但這是很客觀地 所謂的 改革開放 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不過我個人看 每件事都有過程 以中國當年一窮二百到這個程度 小平也經常說 要有部分才付起禮 這是國策 我想到現階段 可能是由物質上 到現在要慢慢 其實是 他慢慢調教心靈 百榮百慾 希望可以調整 不過能否調整到呢 希望要努力 可能你自小跟廣東聯繫會比較大 為何你近年會說 經常去東北多 出來工作 畢業 畢業就出來工作 開始在香港為主 去到沙士喉 03、04之間 忽然想改變環境 覺得發展有局限性 香港大家明白 其實發展有局限性 是 為什麼再是主持人 為何不懂得再做主持人 為何不懂得再做主持人 其實我家裏本身有些小生意 我是做零售的 當時他極力邀請我上去哈爾濱開店 我見到有熟人 起碼先行公祝 有甚麼不怕被人欺負 第一站去哈爾濱開店 很好笑 由最南去到最北 當時我身邊的朋友問你去菲律賓 以為是哈爾濱 香港人對哈爾濱的認知就是冰雕 懂冰雕算好好的 香港有時有甚麼冰雕展 哈爾濱冰雕展 我小時候去一些體育館 沙田 有人訂了一個體育館 開行冷氣 有些大型冷氣 裡面有冰雕 不過去哈爾濱我也有看冰雕 我的經驗很好笑 一下車走不夠三十步 頂不住 零下三十幾度 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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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日白 以為太陽暖一點 都零下三十幾度 最冷的時間 舉了算是冬天 很冷 最冷 零下三十幾度 夏天很熱 日光二十三度都有 四季比較分明 天氣固然學到東西 過癮 三點多天光 晚上下午三點多天黑 和加拿大這段時間 可能更誇張 除了封土之外 人情反而令我最深刻 終於感受到南方人和北方人 真是很有區別 例如 北方人 即東法人 爽直 我們說話要軟轉 要有禮貌 教導我們做事很細 很粗 粗脂大業 爽快 最怕你兜兜轉轉 一日一 二日熱 有事做事其實是 我們覺得東北人做事亂來 是事實來的 但他們其實有很單純的思維 很直接的思維去辦一件事 而他們如果一有爭拗 真的 老實實 慢慢出去吃飯 說十年前 現在好些 每次吃飯都喝醉酒打燈 真是常常 每一頓飯都有人吃飯 喝醉酒 要是吵架 要是打燈 他們好喜歡喝酒 喝烈酒 東北人有兩種 要是喝啤酒 蝦皮 蝦皮斤啤酒 好出名 香港人都在買 要是白酒 都是 但脾氣 喝醉酒 你知道 三句不是兩句是吵架時 大打出手都經常私空見過 你有沒有跟他們打過 沒有 我們這些吵架都躲在一旁 不過被人灌走就很慘 不過 另一方面你看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香港人看國內 可能只是看北京上海深圳 那種繁華 即是說 這麼有錢 但如果大家 我想我可能有很多朋友 都已經去過相對落後的地方 即我講的是東北一些鎮仔 甚至西北 大西派 那些地方 我才會了解到 有時 以前讀大學時經常說 城鄉差異 有很多政制要改變 有時是美容的揮合 我只是廢話而已 這是原則 但當我自己親身進去 因為我在東北住了大半年 成年 你會見到那些人 得罪說句是比較 相對未開發的感覺 在文字上有些 很多 哈爾濱也算是很好的 哈爾濱也算是 大省來的 是省匯級 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些 什麼黑河 雞西 我都未聽過 黑河雞西 你真是難以想像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乘火車 在 有一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哈爾濱有一次是水污染了 當時我在瀋陽 我又要回哈爾濱辦一些東西 趕著火車 買不到那些軟鱷 你知道有分軟鱷 那些東西 那時候還沒有動車組 在那個年代 結果買雅鵝 雅鵝就大件事了 雅鵝是暫停的 停了那些小城市 小城市那些人 是冬天來的 東北人是習慣抹身 可能是一個星期抹身 想像是在一個火車裏面 是冷的 你沒辦法他們 窮開窮慣 很多地方 相對農村各方面的東西 天使這麼冷 你洗什麼洗澡 你怎麼洗澡 你猜現在說真的 打開有暖燈按個掣有嗎 沒有的 沒有那麼多水給他用 有都難得 我剛才說的零下三四十度 其實沖洗澡最重要是你 對於我們這些所謂 城市人來說 你覺得不可思議 入到火車 我全程 那天我沒有坐過在車卡 我全程就站在外面 火車和火車之間的接駁位 焗焗的位置 人們在煲煙 我寧願 那些人有煲煙 好說 你沒有想像 我經常見到一些東西 周圍的人吵架 跟他說又不明白 都是很深陋的印象 我住深圳 深圳是一個大溶路 四方八面的人都是 有不同 譬如有些來自東北 或是遠一點的人 無緣無故在街上吵架 很奇怪 可疑所思 但真是比較地道的南方人 是有很不同 所以如果你說中國 其實真是很大 沒有說中國和香港的國情不同 就算中國的各國省市 對不一樣 都是很不同 由文化的差異 到這個開發 文字開發的程度 我不說文字開發 應該跟我們所謂的國際標準接軌的程度 其實香港也看到很多 因為現在香港是周圍來的人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香港人不斷說 來香港的人多麼不文明 又說去迪士爺樂園 抱著小孩去方便 各方面的東西 但是你不要忘記 這班有錢來的人 已經是在當地社會 金字塔最高那層來的 他們的文化程度都是這樣 雖然之 如果你想了解大陸 很簡單 你每年暑假 抽兩個月 你走去當地真的住兩個月 你看到很多東西很好笑 我很喜歡去不同地方住就是這樣 很好笑 我記得一隻坐飛機 說完坐火車我坐飛機 好像人在拱圖 真的一樣 笑到我 坐火車坐飛機 譬如我坐路邊位 永遠坐路邊位 我不喜歡裡面 這個病位 經常收集問 這隻腳臭味 沒有脫鞋 旁邊的兩個 真的差點爆粗 有一隻腳突然放在我這裏 然後背著 看不到 再背著 背著不動 縮腳 真是膽敢死 這樣也算是最激 最激的有一次是我坐在救生通道的 安全席 剛好那天那張椅子就是 一排是三個座位 那次真的笑到我肚子很痛 最初那個人坐在窗邊位置 那個人放一隻腳 我這裏沒有人坐 他直接放上來 然後我跟空姐說可不可以放進去 後來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我看不到人 然後他那位前面是空地 無緣無故 他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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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躺在頭上 然後他的腳放在自己的椅子上 這樣也敢死 真是拍到笑片 我心想我真的把每次在國內看到的笑位 我全部記錄下來 拍到笑片 肯定是好笑的 好笑的 不得了 其實那些人在景圖就是你所說的 很寫實的 把那些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不同的人 放在不同的空間 來自不同的地方的人 你剛才說的那個機器是去什麼地方的途中 你記得嗎 都是東北那邊 應該是東北那邊 我記得是東北那邊 我忘記是東北那邊 但是東北那邊 真的很好笑的 其實太多了 我早知道摘下了和你分享 吃東西也有 不如說一下吃 你作為香港人也好 南方人也好 去到東北的地方 乖不乖吃東西那方面 吃方面 如果來自吃多開心 不得色菜 每天吃都受不了 受不了 譬如東北菜 深圳是麵點王 麵點王 裡面有些麵 烤羊肉 正式東北菜是什麼 它叫蚊 所謂的蚊 就是把蜊野大雜梅 煮得稠稠稠 它的特色是濃味 但是它放很多配料 蜊野其實很野味 但是口味比較重 廣多人吃的是最淡 四川人吃辣 東北人吃蒜頭 那些蒜頭 生蒜 硬拍的 蚊野也是 很濃味 一個星期吃一次不錯 其他日子我都是吃餃子 東北吃餃子 不過有道好吃 東北大尾其實好吃 東北大米 大米 即米好吃 米像日本的珍珠米 口感很好 真的好吃 煲粥是一流的 在深圳市買的 有的 蕭市有些叫東北大米 你買來煲粥 很好吃 有珍珠米 就是那些 它應該是東北不知什麼米 我們吃的泰國米是長身的 它的珍珠米真的像日本的珍珠米 很飽滿 深圳通常買的那幾隻米 泰國米是最貴的 要是叫中國香米 要是叫珍珠米 我們吃不習慣南方 即是廣東種的米 碎濕濕的 我們一向小時候吃的都散濕 泰國米相對綿 相對綿一點 但是東北米是比它更美 可以嘗試 是 推介各位可以試一次 我記得我去山西 有一年 我畢業了 跟國事會去山西交流 山西人他們說 山西出名就是刀削麵 他們說去到山西人給我介紹 我們有很多種麵 有幾十種麵 其實都是麵粉 只不過有時有削 有時有拉 其實吃起來都是同一種麵 只不過他告訴你 我們經常說吃在香港 吃在廣州 但是香港廣東菜 沒得頂 真的很好吃 不過我去完北京之後 北京上海也是 你真是想吃全中國正宗 譬如正宗四川菜 正宗東北菜 正宗蒙古菜 去北京 你真是吃到正宗菜 因為真是那些人 真是四川人 跟你在香港吃那些 因為香港那些全部都 融合了廣東 為了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老實說 如果你吃正宗的東北菜 正宗的四川菜 你吃不習慣很多次 但一次半次 你覺得過人 如果真是正宗 你又不想飛到當地 你去到北京上海 就記住吃那些正宗的當地 什麼四川菜 什麼菜 你有沒有什麼店好介紹 我問完廣告 你北京都多去嗎 常常去 北京上海都常去 又是你的生意 我有店在那裡 經常出差去那裡 比較熟 我其實很喜歡 我很喜歡北京上海 我很喜歡北京上海 我喜歡北京上海 有什麼不同 以你的體驗兩個性 上海像香港 有人經常說 怕上海超越香港 從我的角度 是上海超越了香港 在什麼方面 經濟方面 這個標準 經濟方面 經濟發展方面超越了 當然法治 平均質素的人民平均質素 可能跟一段距離 即是上海經濟規模 或者他的動力 很誇張 你最近一次什麼時候去 我最近應該三年前 我經常說 上海好 北京好 我每隔半年 有一次就變成一個樣子 很誇張 尤其是北京 為什麼這麼深刻 經澳之前 那一年真是誇張到 那兩年時間 2006至2008年 簡直將城市規模 成二 可以去到發展 我記得2008年 澳運之前應該是 6月 我去北京 我小時候 中學以前去過旅行一次 我去北京 我真的不是那一回事 已經兩回事 我很記得 那時跟黃宇來 他們有個交流團 在一年 十幾年前 1978年 那時去到北京 兩條地鐵線 落後都不料 相對於香港很落後 我之後已經去到03-04年 03-04年 已經變成了 但相對地 還跟香港 感覺上是有距離 但去到奧運後 你今天上去 完全是兩個世界 現在北京有幾條地線 十條 你中島地鐵線 深圳也是 我覺得很可怕 你說搞甚麼運動會 你說深圳大運動會 你有沒有看 我一樣 一場比賽 我都不理他 一場比賽 我都煩 那時候整來整去 你說搞甚麼大型運動會 補處是因為有 逼到基建 這個最重要 全世界 美國都看到啞了 是共產黨才搞得到 他把所有資源集中 就是搞基建 雖然很多人罵他 建了很多大象工程 球場 有多少是 但你要欣賞的是 去配套基建 真是沒得頂 那些就沒得說 你說球場 建完雕空 鳥巢 但你說地鐵真的好 有利民生 沒錯 我覺得 我有一天 搭深圳 現在最初 剛剛開了 我那條 應該叫做 龍華線 由福田口岸 最初去到 少年宮那站 現在去到 龍華那樣的 以前沒有人回答 現在 我問 那些人在哪裏出來 為何這麼多人 以前的人在哪裏來 我想不明白 以前的人 真的被迫公交車 現在那些 但那些都敷了 很嚴重 現在真的 很誇張 剛才我在上海問過 現在原來 上海有戶籍的人口 已經成 一千五百萬 即有戶籍 有些常住而沒有戶籍 可能已經達到兩千多萬 一千八萬 以你認知 都是屬於上海人 或許多都是外省專戶籍 專戶籍 很多都是工作 加進來 現在 我跟上海人說 十年前 我們去上海 長期只是聽到上海話 現在 就連真是上海人 年青世代 八零後 九零後 很多都說國語 是的 這也是 好還是不好 我們可以自己去思考 又是很客觀地說 廣州就是 亞運會 電視台說 要說普通話 那些人就出來撐粵語 其實上海也是面對這個問題 當經濟發展前 很多周圍的人會加入了這個城市 相對來說 你便溝通了你原本的地道文化 正如你所說 我老實說 我作為一個做生人 我覺得很方便 我去到哪裏 我講國語都溝通了 是 我講 以前是溝通不到 是 我問大哥 難道我去學上海話嗎 我去四川學四川話嗎 不怎麼當 但是 從另一個角度出發 就可能 代表某種文化 當地文化 本土文化的一種 抹落 所謂看事物 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你是一些 捍衛文化 本土文化人士 當然有他 有一套想法 但是 你作為一個行業人 做生意 大佬 當年 秦始皇為何 在歷史上有名 統一道論行 統一文治 等於你做生意 我這裏計數 拉把尺 同那裏拉把尺 量度同樣 我買一斤香 同那裏買一斤香 各個不同的標準 你很難做 這個我都反思很久 但是 如果你不是有統一這些東西 他的發展是難推很多 你也知道 地方山頭主義 其實是 說真的 何謂中央 中央的政策 可以丟進去 才行 所以 現在我看 中共的管治上 是相對成功 以這麽大的國家來計 管治上是很成功 丟進一些東西 當然不是100% 執行到中央的政策 當然 有些 尤其是越細的地方 政策執行上會有問題 但是總體來說 是相當不錯 你知道共產黨的體制是很好的 去到 就算你去到 去到那條村 又有村委會 去到那條街 又有街道委員會 去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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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事性是持持緊的 這件事 我想 如果作為一個 統治者 或者作為一個政黨 去做到這個點 是非常難能可貴 如果你說到這件事 可以有些 和大學時做一個比較 我們讀大學 無論是學生會或國小 我們有時會叫一些口號 或是很直覺地說 譬如說結束一黨專政 或是不可以全面實施民主 即是很直覺地 你一辣我這些我就要爆 我本來今天不想說這些話 只是用風花樹說這些話 你剛才說到當你出來做事 見到一個政權或一個政黨 會這樣管治 會否有一種思想的鬥爭或落差 我開始回到直覺看不習慣 你知我的思想雖然不是最激的那一堆 但都是受西方那一套 很老實說 即是初回到大陸說搞錯 即是鉗制 鉗制思想 壓制自由言論 即是很不習慣 但慢慢就看到一件事有正反兩面 我這些蛇一鴻爭 其實是 但是你自己的感受 是必須要你親身去到那個程度 即是我經常說你在上海北京 你感受不到甚麼 你是要去到二三線城市 你才能感受到那種管治模式 是對國家發展其實是好還是不好 我不敢說一定是好 很老實說我每個人看的角度 看出來的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我真心說 我很建議各位討論國事的朋友 即是想參與國事的朋友 是應該好像你這樣 扔個身上去的城市住 你會見到很多在香港你經常以為是的東西 我不知你否認同 你在深圳都應該會見到很多東西 我想有些事情是 我想這個世界就沒有這麼快 有判斷對還是錯 有些事情我都要理解 沒錯 絕對認同 我覺得是這樣看的 每一個人有某個行為 他背後肯定有某種原因 我舉個例子 譬如在深圳也是 那些 就算有時那些女生很漂亮 穿著裙子很漂亮 但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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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我開始聽別人說 因為人家是來自農村 農村 人家那些地不是你 你城市周圍都這麼漂亮 是 在田野之間 你當然是這樣蹲在這裏 難道你 哪裏有那麼多位讓你坐 不可以坐 這個 世世代代都是這樣 他們覺得 至不然在街上累 要聊天 就這樣蹲在這裏 我以前是不理解 後來一些所謂的香港人也好 其實不一定是香港人 就算這些城市人 你覺得這些人就不文明 我又覺得不是那麼… 還有有時的人經常說 比較香港、大陸 我又覺得太過片面地去比較 如果你說這件事 我又有件事要分享 即是說一些文明不文明的問題 有件事很有趣 我有一天 當然香港乘巴士是有個好處 因為香港是習慣了前門上後門下 是 這個是 入手是我們基因的 我們自小會這樣做 我們這些巴士站的設計都好些 你來到巴士站 基本上你一個站 它分好 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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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到位置 你便上去 但我最初在大陸住 或者在大陸生活 我很怕搭公交 那些人不理前後門前門後門 不知做甚麼 他車分兩種 有一些是前門上 以前入錢 現在也有深圳通 廣州通 但有些分段收費 有個大姐幫你收錢 所以那些人是 不理前門後門 他也上 一湧而上 但我早兩星期有個體驗很有趣 我上了某一輛車 那些人一上 前門又上 後門又上 我思考一個問題 但那輛車不是有阿姐收費 都是在前門有個機器 讓你去拍卡 我便在想 那便是做自由駕駛 你在後面 你根本不可能拍卡 你根本走不到前面 你走都沒有辦法 我見到一個很有趣的情境是怎樣 那些人就很自覺地拿了一張卡 然後就傳了 一個傳一個 這個後門又有多人在這裏 這個前門又有多人 他自然就給了一張卡 那些人一個傳一個 又傳到前面 又會有的人幫你掃 之後一個傳一個 又會給你一張卡 即是去那個人的手 是的 我又覺得很 我覺得真是匪夷所思 原來亂得來 亂得來他肯付錢 是的 但第一件事 有進步 起碼不是博大 第一件事 他仍然會肯付錢 OK 第二件事 在全街的過程 不會有條件事 拿到你這張卡 又不會亂 是 最後又去那裡的手 是 我覺得這件事 即是 原來這真是一種 你不是在這裏住 你是想像不到有這樣的情境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 很多 這件事例真的很多 深圳廣州 北京上海這些 都叫做一個熔爐 因為有不同的人 打工 已經綜合了很多 你去回一些 即是省會級的城市 普通省會級的城市 你會感受更深 是 因為是那個省的人 才去那裏 那裏 真是那個省的文化傳統 在那裏真的全部看一看 你有沒有記得什麼省 東北奧尼 東北就是哈爾濱 瀋陽 這些就是省會的城市 無緣無故上海人 不去那裏做事 即是很少 極少 你去那些都是周邊的城市 即是哈爾濱 就是那些 雞西、黑鵝 那些 齊齊哈爾那些 瀋陽的就是 遼寧那些 但我真的想想 那些人會否有多種族 也不是 譬如吉林有的 吉林有朝鮮族 吉林有些城市 今次我去了廖元市 廖元市和延邊 延邊自治區 那幾個城市 那些朝鮮族是去到有三成到五成不等的 那些朝鮮族 哇 即是集中在那裏 你去到 你去到見到招牌 全部有韓文 全部韓文 那些人跟他講話 都講朝鮮話 都不是的 都是講國語 都是講國語 好笑的 我記得我去延吉機場 坐的士去延吉機場 那些時候 的士司機跟我講話 我又覺得很深刻 他說 你們是上海人 我說不是香港人 你們是上海人 香港人 我們很羨慕你們 可以賺到錢 但是上次上海人說很羨慕我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們這些 六點鐘開工 三點就收工 總之他的意思是 六點開工不定 七點不定 八點不定 但反正是這樣 三點一定收工 的士一定收工 他說準時收工 接兒子放學 跟老婆去街市買菜 買完菜 煮飯 煮完飯夜晚就 到處走 他就說 享受到生活 享受到生活 但是我都說 我們香港人 三點收工 就是遙不可及的事 他說他們是這樣的 最好時候他說 他們的文化 是不喜歡人打兩份工 很賺錢 他說如果他三點都收工 找廚房工作 他會被朋友罵他 就是會覺得你是 你為什麼不貪錢 你貪那麼多錢 做什麼 家庭生活 照顧子女 陪伴老婆 你如果真的為了錢 做這些事情 會被人罵 又是另外一個反思 我想問問題是 他們是否普遍 基本上的生活 水平是可以的 基本上就不是 老實說 有些事情 什麼叫可以 有溫飽 我正在說基本生活 中國現在 除了個別 很偏遠的山區地方 極度落後的地方 溫飽 基本上都能滿足到的 這就是人要反思的事情 沒錯 當人的基本需要是可以的 是不是真的要共拚命 當然人要拚命工作 賺錢可能有兩個原因 其實很多個 我隨便說兩個 一個可能是一個 unsecurity 即覺得沒有保障 即我不儲多些錢 可能我老了 沒有人養 我需要自己儲定一筆 另外有個可能性 就是追求某種的 物質式的生活享受 不斷地去提升 這就是賺錢的動力 但是 你說得很對 當人們這麼拼搏的時候 譬如香港人就是這樣 很多人 我很多時候跟客人 幫他們做事 很多人打工的人 八九點 他們都跟他們說電話 有很多 即是八九點 你問一下觀眾 有多少個人是六點下班 不用想 當然對我來說 我是享受我的生活 我現在挺好玩 我二十小時在準備 我隨時找我去做事 但我又在想那些 那些人是打工的人 不同的 如果真的要準時回到辦公室 你一直混在辦公室 混你這麼多個小時 這個感覺行動 即是好像你 這些比較自由 我和你都比較自由 我和你因為就是 我不讓人運得 我自問就是不讓人運得 我當日就是因為 不喜歡被人運 其實我已經沒有被人運 我在香港做打工的時候 都不是運 都是一些銷售事工作 都到處走 一個星期都沒有幾天 香港是太小的感覺 所以為何會回到大陸 但是好玩的 見到很多事情 剛才我講的那個朝鮮族 那些人是說 我聽到那些朋友說 那些朝鮮族是甚麼 很多是去韓國打工 他們打完工拿著錢就回去 回去就慢慢喝酒吃飯 全部放完再去打工 不是存錢 想著做甚麼做甚麼 再加上的士司機說的事情 打兩份工會被人罵 我就了解 原來真的不同的民族 在不同地區不同的民費震 很好笑 但這是韓國人是這樣還是 朝鮮族 朝鮮族 這是朝鮮族本來是這樣 還是吉林省的朝鮮族是這樣 以你的理解 我聽朋友說 我老實實 我連朝鮮 我連北韓都沒有去過 但他們說是朝鮮族 就是那些很享受生活 可能因為冬天時間長 他們 我估計 去冬天時間長 可能打你 打完隻豬就吃 吃完就喝酒 大家開心心 跳舞唱歌 他們很喜歡唱歌跳舞 是 很有名 如果你說朝鮮族 或者是韓國族 我們不是說政治上的分類 而是文化上的 這班人 我2005年的WTO 示威事件 我是很深體會 那時 我自己 刻意去冒名而來 韓龍示威 自己拿老婆機拍攝他們 你說得很對 雖然他們是為了某個悲情 因為可能世界的貿易 令到某些農民的收入 沒有以前那麼好 或者比較難做 但是他們來示威的過程 同一時間 又展現了他們 你所說 唱歌跳舞 他們是很短的 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娛樂 他們一聚起來 就會在這裏唱歌 某些時候 唱歌時 很有民族的味道 和他們打鼓 很高興 我當時有很深的體會 如果你在當地 即是嘉隆省的朝鮮族 可能會更加見到他們 看到 反正 要表達很簡單 中國那麼大 那麼多個族群 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 有自己的習俗 現在很多熔勞 譬如北京上海 很多人都出去打工 但是我們看別人的時候 都要尊重 剛才你說 為何一些人喜歡蹲 是一個好的例子 即是不要用我們城市人 或者所謂的西方標準 去看我們國內的同胞行為 當然一些真的文字不開 譬如我剛才說 像飛機一樣 那些是要慢慢教會 但是 因為我自己 有很多侄子和侄女 很小 他們那些可能是 千歷後出生 很明顯地看到 一個世代 一個世代 在進步 譬如 好像我的唐姐姐 唐大哥那些 可能都會到處掃垃圾 以前都會到處掃垃圾 以前都會到處掃垃圾 或者那些侄女 那些阿爺阿媽 都會到處掃垃圾 即是他們看到 會叫他們不要 叫他們扔垃圾 不要這樣做 拿著 這個是教育 很深刻 這個是教育得回來 人 他們一出生 就是給家教 家庭教育 族群教育 別人做什麼 別人做什麼 去做什麼 但是你想他們 做得慢慢變好 變得更加公民 的話 就是靠教育 但是如果你做教育的話 我們大家要體諒 一點就是 中國 一個文化大革命 對中國進入的影響 真的很大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自己在國內 跟別人合作 做事 請員工 一到他們的年紀 是在文化大革命 讀中學那些 是溝通不到的 即是那些人來到現在 都應該大約 四五十歲 那些人 你會發覺跟他們很難溝通 很難溝通 他們是一個很保護自己 很保護思想 很怕被人陷害 他很喜歡進攻人 這是批鬥思想 一方面他們是批鬥思想 批鬥人同時 很擔心被人批鬥 沒錯 很明顯 那個年紀的人 他們的思維是這樣的 人的思維是根據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經歷就是遇到那些慘痛 你知道那時候那個年代 你聽很多故事都知道 慘著人患 是我們香港沒有直接經歷過之後 你覺得怎麼這樣 香港你受文革影響 講來講去沒有 六七暴動 所以香港現在 我其實很真心講一句 香港現在很多朋友去批評 國內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用很全面 很全面的思維去看的 很老實說 包括他自己沒有去親身了解 有些個別人士可能是 他想進入也不能進入 也沒有從歷史角度出發 去了解那些人的思維 我自己進入這十幾年 會令到我覺得看問題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沒有進入 少不同的地方 去江門 但去得多不同城市 看這個角度覺得很重 你始終你小時候 不是真的有 如果你說到你真的要和人合作 要工作 那種體會是另一件事 你可能你小時候去探餐 或者以一種旅遊的方式 因為其實真的很不同 你有一種旅遊的心態去這個地方 學玩樂 拍張上i的景點 和你去生活 或者有個聯繫去工作 其實兩個是很不同的事情 不過現在我們中國人民 過去那二十年 一美灌輸就是要發展 一美發展主導 這個思維是入腦 但這一個發展思維的想法 到今天是時候 我覺得是時候要去修正 好像高鐵一樣要灑車 不要下下開那麼快 修正 哪有那麼多假東西 黑心食品 我很記得那個笑話 就是假奶粉 抓了一個假奶粉的人 那個人大大聲在電視機面前說 我已經很有良心了 我出了老人奶粉 我不是出嬰兒奶粉 老人奶粉最多不夠營養 沒有影響他健康的 又好像有些道理 還有老人都快要死 不要這樣說 但是老人奶粉 他的意思是 他最多少不夠營養 他不會影響到他實質健康 又是 因為我剛才和Kenny聊天 都忘記了我們中間有休息的時候 但今天很高興 當然我會對大陸有很關鍵的看法 但我在深圳住 多些為他了解的時候 我和Kenny相通 看事物是否要做一個比較全面的事情 不是坐在香港 紫術談兵 你當然是最好的 所謂的國情不同 這時候是有道理的 我開始認同 我去完之後就開始認同 我們希望有機會再問Kenny 來談多些 我們今週的節目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